透天错大火,热情小姐妹就邻居阿公 73岁的红阿公被大火熏得满脸黑 他刚从火场捡回一命 这都要感谢身旁这对邻居少女姐妹冒险拉着他 将他从失火的透天错门前拉到街角 台中南藤路这户民宅昨天疑似电线走火 发生活迹,浓烟从屋子里不断窜出 远在数公里外都看得见 紧销火爆后出动十几部消防车 近百名紧易销赶往灭火 但火势迅速延烧,波及7户民宅 当时红阿公本来在一楼煮早餐 听到邻居大喊他家失火 冲到楼上想拿棉被扑火 但因火势太大只能先下来 他担心大火波及邻居不顾危险又再度往屋里冲 还好这时被住在对面的折队寄警姐妹花 一人一边拉住阿公,将他半哄半劝拉回家中 那去把他跑下去,他换把拉住了 就只要拉走啊 那阿兵还是一把 阿兵还是一边搅进去嘛 对啊,可是我把他留在里面一起拉走 连消防队来了,阿公还想要去帮忙灭火 哇,太苦了 这对小姐妹的爸爸说 两个女儿个性都很鸡婆,热心 邻居也不断称赞小姐妹 只说她们很乖,很有礼貌 还要有她们,才没造成人员伤亡 小姐妹谦虚地说火场实在太危险 看到洪阿公年纪这么大,还要去冒险 忍不住就想救她 消防队者提醒火场瞬息万变 火势可能迅速变大 民众千万不可冲入火场 隐秘有生命危险 《洞新闻》还好有这么热心的小姐妹报导 《洞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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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